臺灣絕對不能袖手旁觀 我們願意在口罩 藥物 技術這三項目 對國際社會提供協助 面對武漢肺炎的威脅 在全體國人的努力之下 國內的疫情得到了最好的控制 也更受到國際的矚目和肯定 我們也看到臺灣已經從過去的口罩進口國 轉變成全球第二大的口罩生產國 口罩的日產量不斷向上突破 可以充分供應我們國內的需求 所以我們從下週四開始 國人每人14天可以買成人口罩9片 或者兒童口罩10片 我們也制定了寄送口罩到國外的規定 協助在國外的國人做最好的防疫 我們持續努力提升國內的防疫能量 但我們要提醒所有的國人 國際疫情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整體的疫情就永遠不會結束 臺灣也依然身處險境 疫情是全球性的 每一個國家的疫情狀況都會相互影響 我們光是把國內防疫做好 並沒有辦法阻擋疫情蔓延 國際社會的各個成員必須集結力量 共同克服挑戰 前一個階段我們組好了國家隊 在這個階段我們要打國際盃 跟其他國家一同做區域聯防 全面抗疫 現在不論是快篩 疫苗或者是藥品的研發 還有防疫物資的超前部署 都有非常多的國家 機質地想和臺灣進行合作 像是我們和美國 歐盟以及捷克正在共商防疫的策略 分享目前的研究成果 我們和澳洲以及美國 也在進行防疫物資的合作交換 對於邦交國 我們也提供協助 讓他們以在當地購買的方式 取得需要的醫療物資 這一陣子 我們常常看到新聞報導 有的國家的醫療體系 受到嚴重的衝擊 醫療人員冒著生命危險 在協助病患 是因為欠缺醫療物資而感到無助 甚至因此大量的確診 今天我要告訴國際社會 臺灣會積極加強跟各國的防疫合作 而當各國面對疫情擴散 急需協助的此刻 基於人道的考量 臺灣絕對不能袖手旁觀 我們願意在口罩 藥物 技術 這三個項目對國際社會提供協助 第一是口罩的資源 現在臺灣一天可以生產 一千三百萬片的口罩 並且還在持續提升 即將達到一千五百萬片 這個階段 我們將捐贈一千片的口罩 也就是將近一日的產能 支援疫情嚴重的國家的醫療人員 後續我們也會視國內的產能 給國際社會更多的支持 第二是藥物的資源 有些國家的臨床研究認為 窺寧有助於輕症患者的治療 因此政府已經請廠商提高窺寧的產量 對有需要的國家給予適當的支持 第三是技術的資源 我們分享目前國內利用大數據 分析的電子檢疫系統 讓有需要的國家 可以準確地追蹤確診民眾的接觸史 來進行有效的疫情調查 防止疫情擴散 我們的公私立醫院 也會持續透過視訊 提供我們的防疫經驗與技術 給需要幫忙的國家 我要強調 能促成這些合作的前提 使臺灣有堅強的實力 政府也行有餘力 把臺灣內部的疫情控制好 物資準備好 我們就有能量和其他國家進行合作 提供人道的協助 其他醫療的物資 在確保國內需求無餘之後 會陸續提供協助國際 任何國家的醫療體系一旦崩潰 所造成的影響 不只是一個國家的淪陷 而會是全球疫情的惡化 也因此 臺灣身為國際社會的一員 我們願意盡一份責任 助人也立即 我們要讓大家看見 不只是Taiwan can help 更是Taiwan is helping 我們更要展現 在面對全球疫情的挑戰下 臺灣是世界聯手防疫不可或缺的一員 面對危急的時刻 全球各國應該團結起來 展現人性互助的一面 來合力對抗病毒 在這場防疫作戰中 臺灣願意發揮關鍵的影響力 跟國際社會攜手共渡難關